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夏威夷州本月13日因误案发出乌龙飞弹警报,引起民众恐慌,其中州长警下David Orge的推特在17分钟后才发文告知是假消息,原因竟是他不知道推特账户的密码。 BBC报道,夏威夷州紧急事务管理局EMA13日发出假警报2分钟后,下周州长警下就被告知是虚惊异常,但乌龙警报发出17分钟后,他的办公室才通过社群媒体分享这个讯息。 警下周一,22日,在周一会发言后承认他没有记住他的账号和密码,我必须承认,我不知道我的推特账号和密码,他现在也已经把它存在手机里了,避免重到复彻。 在推特告知非弹警报是虚惊异常后,警下的办公室又花了几分钟才在脸书发布类似消息,但他周一并未提到他和他的团队是否有致力登入这个账户。 夏威夷州紧急事务管理局本月13日推送飞弹警报给当地所有民众,超过半小时后才以同样方式通知是假警报,在此期间不少民众相信真的有被含核弹来袭。 警下强调当局已经采取相关措施确保类似事件不会再次发生。